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想知道如何煮好的湯 煮几尾 就要听REGGAR生活台全新饮食节目 冬菇出品的头淡汤 准备地鱼 有饿民饮食 有饿民饮食 中胡姐 我吃饿了 有没有解救 中胡姐 我当然是爱住你的兔子了 今天我们来做猴头菇齿汤 还记不记得猴头菇如何处理呢? 你可以看我的猴头菇日月与煲响罗 就会知道如何做 但是我这里因为今天要做齿菜 所以我都用了猴头菇 和做类似的方法 不过就简单很多 我们的猴头菇回来都要折折 吸水 但是就不用浪费那么多功夫了 因为我们可以撕小它 然后它的味道不需要全部披霉 因为我们会炒它起身 炒它起身的时候 它会吸收很多美好的味道 就会将它原本的苦结味都清除 首先这里 我就已经浸浸浸浸浸浸 叫做做弄软了它 然后也都撕它成为很小块 然后我们就要将它 过过一些糖水滚一滚它 但是我们这个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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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这里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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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原来这些不瘦钢兜兜可以是上火的 我们就在那里加入我们的糖 最好用红糖 如果没有红糖就像我这样放冰糖也会用 这次就不用那么紧张时间了 你可以煮久一点 煮久一点就让猴头菇的苦劫味遮住了 这次也在热水的情况下 要避免它里面的热水 现在猴头菇应该里面充满了一股 微微的冰糖味道 这样就对了 因为我们就是要这种甜的冰糖味道 让我们炒起来的时候 就会给了一些味道 给了这些猴头菇 如果不是猴头菇 我们吃下去就会很粗糙的了 好了,在这个西里面 我们就擠走猴头菇的一些多余的水分 你放心吧 你又不一定要摘到它很干很干的 摘了就算了 这些就是靓腐皮 不是说自己的 是真的腐皮的 腐皮就摘一摘水 摘在一边 摘在锅底里 我们这里就将一些金枕菜 全部剪走屁股 也是在这里 用一些煮沸的热水 浪一下 清掉它那股 青味 因为其实所有的金枕菇 其实都有一股青味 我们在这里就要冲走它 这个时候我们起锅 你喜欢就用一些蒜头 干葱 这样起锅 就加回你喜欢的甜味 我这里的调味就是 加了少许的滚水 和少许的糖 味淋 和sake 如果你喜欢中式款 你可以加饲兴酒 等它的头头菇吸到差不多的时候 就可以将这些金枕菇 丢进去 在这里就慢慢给它 在锅底里煮一下 煮一下 让那些味道滲下去 这次我们这个就是唇齋 但是也要够送饭的 所以你看到我这里 是整梭的金枕菇 和有好几个猴头菇 在一起 所以这里如果你是 两个人的份量 那就很够吃的了 当然了 如果你另外加些油菜 那就更加好 这个清淡版 就适合陈四食制了 因为他告诉我 他说吃牛 有牛味 吃猪 又有猪味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而且又滋滋 整天放屁 不如试一下这个 减少它放屁 好了 我们这个煲底 也都搞定了 首先就把我们刚才 都已经做远了的腹皮 全摘在底下 因为我的猴头菇 和金枕菇 都是充满香味 我们就可以准备 将我们这一盒 这么有味道的菇 放在腹皮上 因为天气已经很冷了 我也不知道要冷到多久 天气好像在说话 不过不要紧 我们这个小煲 到时上桌 就可以充满上桌 就像我们吃火锅 微微地充满 所以家人一起吃的时候 感觉就非常温暖了 大家可以看看 我的左边 就是我用这个 急冻方法 自己处理过的菜心 这个菜心 我就在冰隔 拿出来 放在热水里 走过一圈 就已经随时用得了 不过 始终都是新鲜的质感 和冰冷过的菜 的质感 是很不一样 但是这样 我的菜心的甜味 仍然维持在这里 好了 说到这里 就把我这个窩底里 自家製的汤料 倒入小芽煲里 还需要说 这个时候出场 就是我的急冻菜心 大家可以看看 我的急冻菜心 仍然保持鲜嫩的颜色 质感虽然没有新鲜的时候那么好 但是它的甜味 是没有离开过我的 话说 这些急冻菜心 其实都应该有 起码五天的时间 不过这样 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时期 就不知道这些菜的供应情况 有上有下到几时 所以 这个急冻菜的方法 我会在这里再提提大家 大家可以在 描述箱里 按一下 就知道我平时 是如何处理我的菜 所以 你是any time 都会有新鲜的蔬菜 鲜嫩的菜 各位 这个猴头菇 炆腐皮煲 就已经完成了 希望大家吃得开心 肚子又健康 就不用整天煲煲等等 陈四应该会因为这个菜式而开心 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 鄭中基设计图 都挺过瘾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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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gger生活台的观众网友 您好 我是阿粉 Ragger生活台 經意推出了Youtube會員 港幣40元 普通會員 港幣80元可以做超級實驗員 每星期專享獨家影片 還有優先下載的內容 幕後花水還有一些懷舊的伏刻節目 支持Radca生活台繼續營運 創作更加多的節目內容 馬上加入Radca生活台的Youtube會員 多謝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天就買到一些超級市場的豬尾骨 其實豬尾骨一向煲湯都會比較香 所以難得買到豬尾骨 就算是超級市場的貨我們也用一下吧 這裡大約是350克的豬尾骨 我們就要出水了 出水就要將它冷水下鍋 因為我也覺得用冷水下鍋會比較好 還有裡面有所謂的不乾淨的血水 就可以走出來 這裡浮起來的就是不乾淨的血水 或者一些雜質 就可以走出來 剩下那三塊的骨 就可以撈上來 然後用水喉水 沖乾淨 將表面的血塊全部清潔 這個方法我們都用了很多次 但是每一次做 我都希望我可以再說多一次 因為有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看 所以我在這方面就暗沉了一點 你看到我們盡量用水喉去清潔 因為它剛剛拿上來的時候 其實還有很多血塊黏在旁邊 這個手續 如果做得乾淨一點 做得有心思一點 出來的湯就會更美觀一點 或者美觀一點 而且最近都真的很冷 所以一些有用的湯水 我都希望可以和大家聊一下 讓大家在家中自己煮湯 這樣的選擇都可能會多一點 我這次並沒有用到我平時用法國煲 我反而用回一個玻璃煲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它的底部比較窄 而且煲是高一點 所以我這次想嘗試用一個叫做 開著蓋來煲湯的做法 那種做法就會做得好一點 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這次也是用回我們這個南瓜 還有我會放回我們經常會用的蜜棗 還有一些無花果 我這次用每樣一個就可以了 如果是為了我們自己健康著想的話 其實不一定要用很多很多的份量 這些乾貨 只要它有存在 加上其他新鮮的蔬果 去到煲的話 你的湯就會很好 我這次用了茶樹菇 和日月魚 茶樹菇的味道是很精彩的 我這次不需要用很多 但是有些朋友很喜歡吃茶樹菇 你可以自己也加 也沒什麼所謂 那這個南瓜 很多朋友就會說 這個份量是多少呢 我這裡請給你看 600多克左右 不過你一會兒就要去皮 那為什麼要去皮呢 我一會兒再說 這裡我們的茶樹菇 很多時候買回來 它會有沙的 那我第一次用這個牌子的茶樹菇 那我就試一下 看看是怎樣的 那似乎它這次沒有失敗到我 它是沒有沙的 但是也要給少少時間 浸15分鐘左右 那這裡我就有些日月魚 那我這裡大約 雙兩 都是十二三條的日月魚 那這些日月魚其實 現在已經是需要走進雪櫃 因為它又不夠乾燥柱 它會這麼乾身 所以買回來是要放進雪櫃 那在那邊就浸入魚 這邊就看看茶樹菇 浸了這麼久 它真的沒有啡肉和沙泥 真的沒有沙泥 我們真的要浸走了 做了一些蟲清洗的功夫 我們一會兒 其實我們也想出水水 因為現在我們也說 這些東西可能經過很多人手 也有些病毒 如果我們出水水 其實就把這些髒 不乾淨的東西都走一次 那我連我的乾果 包括蜜棗和毛花果 我也是這樣做 那這個就很簡單了 你冷水下也可以 你熱水下也可以 滾一下就讓它乾淨一點 然後拿上來 你沖一下沖水 這樣才放進煲湯裡 這樣你就會維生一點 或者穩陣一點 那我的南瓜 為什麼這次我要批乾皮呢 因為其實它可能回來的時候 有些不太新鮮 這一類的南瓜 其實它是墨西哥貨 都是坐飛機 可能的時間 或是把皮都拿走 那麼 走掉的皮都有個好處 因為你的湯 到時就會比較起沙 那這邊我就叫做 就是不斷地拿上來 沖沖水 我就扔進煲了 但這次我用的方法 就是要打開蓋來煲 因為這樣煲 我的味道就會比較香 整個屋都有一種很溫暖的茶樹菇 那種香味 我都會這樣去做 但是呢 我用這個玻璃鍋 和我用法國的 就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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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鑄鐵鍋 最大一樣不同 就是其實鑄鐵鍋的力 是強一點的 就是它會可以令到那些湯 它是比較 就是那個味道是濃郁一點的 那相對來說 譬如這些玻璃鍋 它一樣都可以熬到湯 只不過你得到出來的 就是你感覺到它的味道 是出不來的 那你說OK 可能你用時間長一點 你就會得到效果 但是其實如果對我們 譬如日常去處理我們 就是煮食的時候 我們都很希望 不要花太久的時間 而得到效果 所以 老老實實 可能真的一分錢一分貨 鑄鐵鍋的能力是強很多 而且它那個 令到那個溫度平均性 都是強很多 就跟玻璃鍋 都是一樣的 不過也不要緊 偶爾我們用玻璃鍋 都跟它溝通一下 我們打開鍋 就煮30分鐘 等它大滾 然後我們才蓋蓋 就煮大約 轉小火或中小火 過幾小時 我們就得出我們的湯 這個湯得出來的效果 因為我們的皮是全部拿走 你說它會不會濃郁一點 就不是說很濃郁 因為我始終沒有落到其他的乾貨 但是茶雪菇的味道 都是挺香的 還有這個豬尾骨 每個肉其實都挺好吃的 所以這個湯 家人的湯 用來保健一下 是挺舒服的 這裡我也做了一個短片 因為現在我用了一個 叫做Chapter的功能 即他們的章節功能 所以無論你在手機也好 或者在電腦 看我的影片的時候 你只要按下去 我們有個Description 再掃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YouTube已經把我的食譜 分為一格一格 因為我已經放了那個時間點 有時候你們不想聽我說這麼久 又或者不夠時間去看我整個Code Show 你就會在這裡背走一個Code Book 真是賞心樂事 而且你用起來 你也覺得很方便 那就真是Bond Appetit 很難看 美容 還有每次都有 你一口氣 很難看 一口氣 experiencing那些酒 很難看 正常會不會購入 一定相當好,那就沒什麼貨了 所以唯有試另一款類似的 你想試試喝完又會不會沒什麼貨了? 看看後果 好,提示當然都是格魯吉拉的Sapparafi 有興趣當然是 果然很利不留 是的,沒錯 他是嘗試做這件事 你才行 這個疫情之後他發現 這兩款一度買到斷貨的格魯吉拉葡萄酒 新年份終於翻貨了 有神級洋酒師Gogi Dukashvili 助陣 頂級酒莊出名的這兩款入門酒 讓大家可以用100元左右的價錢 感受到格魯吉拉的風味和特色 想像我們喝得這麼開心 體驗一下格魯吉拉葡萄酒味道 快點用下面的連結 或者WhatsApp TG 色錄9310-6393 找我Calvin